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风水里面 在风水的重要性 影响到一家的平安 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 他做事业做得很顺利 有一天 他跑来开中道场找我 他问我说 师父啊 我最近有烦恼 我先试看看 我正道 你家的风水 你画给我看 他家 就在一栋的公寓 公寓一上去 他是两户的 他两户呢 他是在电梯的 龙边这里 他虎梯全部动 而且 他的灶位 背着 这个瓦斯鲁 电梯上来 他家是这一户 把他的灶位在这边 我跟他说 你这个灶位背后背着 电梯 把这这边而且 你的房子 背 照会背电梯 呼气反目 我说问你们有几楼 总共有七楼 老叔啊 叔父啊 我们每一楼都在打架 每一楼夫妻都在吵 已经有的离婚了 有的 准备要离婚 那么你呢 我还准备最近要离婚 你们这个 你原来不是不信风水吗 我看了这个很漂亮耶 房子 门面的很好 我说你错了 房子里面还有 灶位床位神位座位 等等的问题 问我说怎么办啊 灶位赶快改嘛 你把灶位移过来嘛 灶位移过来 换天还是在这里 那那么一个 移掉了 就好了嘛 他回去了 我说要你叫人来做耶 国币啦 书都拿过来 瓦书都拿过来 放在书都就好了 要多漂亮 没四块摔摔摔 所以他回去了就 及时改过来了 老婆回来了 以前回来是吵架丢东西 奇怪怎么没有来 有说有笑 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 这是一个禅 所以 这样的烦恼的人很多 那我就告诉他 下面那几户 你去度他们 相信者 永生不相信者烦恼 各自成寿 祝福各位 贵出天下 与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